近日,美海军在环太平洋演习中的多段视频和图片曝光,在展现出不少先进武器的同时,也表现了美海军的强大打击能力。 按照美国海军时报报道,美海军此次最重要的一次演习就是直接击成了一艘排水量达到一万吨的登陆舰,虽然击成这艘战舰并不容易,但也展现出了相当不错的反舰能力,而之所以击成战舰这么麻烦。 主要是因为美海军,即使加上日本海次的反舰能力也不强,尤其是日本海次,其使用的12式反舰导弹仅仅和鱼叉形相当,除了只能压音速接近目标发动打击以外,最大的缺点就是威力过小,但头重量导致其即使命中,依次也最多只能击成一艘3000吨级战舰,日美的反舰能力较差, 主要是其在反舰导弹上更重视数量,而不是质量,因此重量轻切反舰能力相对较为一般的压音速空射导弹,才是其最需要的,这直接导致了越美的绝大多数导弹都是在空射导弹的基础上改变而来,没有俄罗斯那种先进的暗机和舰机达行反舰导弹,美人之所以更重视空射导弹,主要是因为航母的投射能力, 要比战舰强得多,因此依靠数量非常合适,例如美海军ATM-84型导弹,美海军的F-14一次可以挂载6枚ATM-84,F-18一次只可以挂载4枚,美海军的舰载机部队都拥有出10架舰载机,一次即可投放上百枚导弹, 美海军在作战的时候往往多支航母战斗群同步执行任务,一支三航母战斗群执行一次打击任务,即可同时出动72架战机,即使其中仅有三分之二携带反舰导弹,每架携带4枚,也能发射196枚反舰导弹, 这是全球很多国家都无法抵挡的数量,数量上的优势让美海军对于反舰导弹的性能不是那么重视,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装备的ATM-84距今已有40年时间,到现在还是美海军的主力反舰导弹, 这种导弹的性能,自然已经无法现金的海战,除了导弹性能不足以外,其他国家海军防空能力提升,也是一个关键,例如052D和055型, 未来在装备一坑四弹的导弹以后,都拥有一次性拦截上数十枚反舰导弹的能力,联合防空下一个航母战斗群就能应付数百枚反舰导弹的打击, 这就是美海军目前反舰力量显得不够的重要原因,且最重要的就是,我海军的815型电子侦察舰,恰好在附近执行任务, 因为电子侦察舰的强悍探测能力,这一切的数据和信息,都被我海军收集,美军的反舰导弹就没威胁了,而除了反舰导弹以外,实际上此次演习中最值得注意的, 还是日本海色的新一代直升机母舰,这是目前最强的海上反舰舰,正因为在数量上可以压垮对手,美海军才并没有在这些小型武器上下功夫, 而这恰恰和俄罗斯海军的理念相反,俄罗斯海军虽然依旧注重数量,但同样研发了些,近的超音速反舰导弹。